国庆 你干嘛 国庆 夏若兰打电话给武成德后 刘三当天就被抓起来了 还把小玲供出来了 此时小玲正在相亲 小玲 这南方家里条件好 也盖了三间大瓦房 家里置办的三转异响家具什么都有 小伙子也不算是很丑 至少也有一米七的个头 关键是这小伙子在红星公社上班 也算是单位上吃国家饭的 嗯 这人虽然没有赵国庆长得帅气郡了 但是好歹有一份工作 而且距离我娘家近 这人看我的眼神就充满了满意 对我也挺殷勤的 一看就是疼媳妇的人 而且条件这么好 以后我嫁过去肯定也可以享福了 美滋滋啊 好好好 既然你们都看上眼了 那你们就先处着 改天就去找个黄道吉日成亲 小玲你这不要脸的小浪皮子 你可把我们都害惨了 这母亲是得了失心疯了吗 难道她不知道我在相亲 居然跑到南方家里说这些话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再说 这是诚心不让我好过呀 不想让我找一个好人家吗 妈你怎么来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就是小玲 啊我 我是 我没犯法吧 刘三已经把你供出来了 说你怂恿她 污蔑别人姑娘家的名声 情节特别恶劣 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吧 小玲被带走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此时赵国庆 从装瓦场回到家里的时候 天都快黑了 却意外看到了夏若兰也在 玉清来信说 暂时回不了朝阳大队了 说是家里出事了 然后刘沈子就让冬雪 喊我过来吃饭 夏知青 你干脆搬到我们家住吧 又住原来国庆二姐的房间 这样也安全一点 毕竟知青 所以前出现过刘欣那种事情 再说了你一个人在家 这吃饭炒菜也不方便 干脆住过来比较好 谢谢沈子了 我在知青所也住不了多久 过些天估计我要回去一趟 到时候麻烦冬雪一下 让她晚上和我起住就好了 嗯 你要回去啊 那到时候 我给你准备点土特产 带回去给你父母也尝尝先 多谢沈子 上回国庆帮我弄了不少的郡子 让我稍带回去了 这次就不用准备什么了 我只是回去看看 要的要的 我现在就去准备准备 若兰 我想搞个砖瓦场 你看怎样 嗯 砖瓦场最难的是 合适的地方取土 还有就是销量以及技术问题 这若兰果然和别人不一样 一般人一想到 搞场第一个考虑的就是钱 但是若兰却知道砖瓦场最难的是土 其实 还有一点你没注意到 砖瓦场还存在一个土地问题 因为现在地都是集体的 要用这么大一块地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不相信你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要不要咱们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我们两人都把心底怎么处理土地的事情写出来 然后同时交给对方看 嗯 你果然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不 应该说你想得更加周到 要是拉到他们一起合作 前提是得找到合适的取土的地方 回头我陪你去找取土的位置 这朝阳大队 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 这次趁机可以都去看看 找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有合适的 这可麻烦了 难道朝阳大队这边没有合适的地方 实在是不行 我就去隔壁八一大队那边看看 哎呀 我早忘记一件事了 走 去另外一个地方 忘记什么事情了 我以前在一个地方玩过 那边的黏土似乎特别的好 走 这回咱们去看看 就是这里了 这里都是土质非常好的黏土 甚至连那小山丘上都是 这种土烧制砖瓦黏度好 烧制出来的成品内部的缝隙气泡少 会特别激实 而且旁边还有小溪 说明这里有水源 到时候烧摇的时候 用水也会非常方便 至于这面积 小山和山坡的荒地上都是茅草 到时候处理一下 就可以放土坯砖了 距离我家骑自行车快的话 二十多分钟就可以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路不是特别宽敞 要是走拖拉机的话 有些地方还要加宽修一下 不然过不去 但这些都不算是大困难 哎呀 跑了一上午好累 我睡会 国庆 你干嘛 国庆 你看到蛇就要喊我呀 你咋这么胆大 自己就冲上去了 这是毒蛇呀 我们这边叫卓越青 真被咬上一口 不要命也得躺许久 那蛇从那个方向来的 我 我要是不冲上去 估计你就会被蛇咬一口 我不忍心喊醒你 国庆 我的腿 被咬了 你这是中毒了 你抓蛇的时候就被咬中了 你怎么不早说 我 看着当时蛇要爬到你那边了 我 用脚踩的 那个时候就被咬了 忍着 别怕疼 我给你吸出来 你傻呀 干嘛用脚去踩 让蛇咬我 我皮糙肉厚 情况肯定比你这好 我确实是傻 当时都急了 只顾着用脚去踩那蛇 只想着 不能让那蛇爬过去 不然肯定会咬中赵国庆 什么时候 赵国庆 在我心目中位置那么重要了 太傻了 太傻了 好了 好了 你不傻 我傻好不好 此时从公社卫生所回来的两人 已经在赵国庆家里了 夏若兰在刘真方的一再要求下 住在了赵国庆家 这是以前打算给国庆结婚用的 我眼光差 回头你们再买更好的 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简直比新娘子还美 就你有嘴滑舌的 我来给你换药 傻了巴唧的 傻了巴唧的 你自己也要吃解毒药啊 别大意了 你给我吸毒 吸了那么久 万一有毒液残留下来 对你身体也是特别的不好 你这个一天了 我给你泡泡脚 你睡得会舒服一点 要不晚上这被手咬的地方 肯定会很疼 嗯 好 二哥 你看到没 大哥给媳妇端洗脚水了 这大哥以后会不会怕老婆 被老婆揍 这有可能哦 若兰嫂子看着也不凶了 大哥怎么那么怕他 还给他端洗脚水 怕媳妇好呀 家里能一片祥和 总比动不动打媳妇的那种男人好 这个倔牛 总算是有人收拾他了 第二天一早 赵国庆就先去找张军 张军不在家 但是他媳妇金贵没在家 我儿子在汽车城那边 这会在那边待着还挺好的 这不过节还烧了不少的东西回来 那就好 他那性子在哪都能混得不错 我今天来试 打算在村里搞一个装瓦场 想和邀章书一起搞的 装瓦场 跟红星装瓦场一样的吗 那可不得了 我有亲戚在那边做事 公司合营的听说老赚钱了 哎呀你这孩子有好事 还真的记得你书呀 也不枉咱家的国庆去了汽车城那边 每次写信都会问到你 那行 回头你让书要是有意的话 就到我家里来找 我还想着把赵顺书也拉在一起 毕竟这装瓦场要是真搞起来了 规模不会小 赵国庆说完就离开了 等到张军回来后 就把赵国庆要合伙开专场的事情 告诉了张军 三个人合伙 赵顺这人品还行 不是那种坑货 但是赵顺没钱呀 咱家也能拿一点出来 可是这件砖瓦场 在这个街骨眼上能行吗 万一有人眼红 捅到公社或者县里去 就有些麻烦了 还有真要合伙办场 三个人怎么分配 怎么拿钱 涉及的事情可不少 你这人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 你回头找国庆问问情况 这孩子实在不会坑我们的 再说了 真有啥事大不了你这支书都不干了 到时候我们一家可以去汽车城 有啥大不了的 这样的话 你以后可别瞎说了 被人听到了不好 你让我好好琢磨一下 回头和赵顺碰个头 看一看怎么办比较合适 还有 在哪个地方开这个砖瓦场比较好 这可是大事 马虎不得 赵国庆也和赵顺打了一个招呼 下午赵顺就和张军一起去了赵国庆的家里 这是我做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小夕和那边荒地上盖砖瓦场 我去看过了 那边土质烧药是没问题的 而且那边的山上都是黏土 可以烧红砖和青砖 不错呀 国庆 你小子有点本事 不但把建造砖瓦场的地点给确定了 而且还把前期 建造砖瓦场的资金投入等等 都写得非常详细 一看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而不是随便信口开河 可以 到时候带着你书干吧 我家还有点钱 能拿个一两千块 虽然不多 但是咱们前期先把规模搞小点 这 我手里没啥钱啊 没钱投资这可咋整呀 没有钱 可以看看有什么优势 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处理 这个股份要按照贡献大小来 你们看可以吗 我是打算拿八千块当本钱 我的天 八千 八千块呀 这赵国庆真是发大财了 居然能拿出八千块 这真是有钱 有钱呀 我家兄弟多 要不到时候我家出几个人干活 或者我拿一千块 我家没钱 这已经是全部家当了 估计还得去借点钱 我看这是能搞 要不国庆来牵头 那荒帝到时候可以承包 已经有这个政策了 要走一下流程 我牵头可以 我要占据这砖瓦场的大份 我拿 七成 你们干咋样 没问题 剩下的三成股份 我和赵顺分了 回头我们听你的安排 全力配合 很快砖瓦场的事情 就敲定下来了 以后厂子 以赵国庆为主拿70% 张军拿18% 赵顺拿12% 我 你 我们 看 我们 现在 感谢观看